这个手电筒的灯光竟然是方形的 98买的多功能手电筒 咱们开箱试玩拆解 可以点燃深色物体 安全破窗 黄光滤镜 IPX4G防水 先看手电 机身整体为铝材 非常的亮 通过调节灯头 灯光可以聚焦 聚焦以后 光形由圆形变成了方形 灯珠为四心灯珠 按住可以开启高亮 小区里面泛光 然后聚光 气墙尿尿了呗 接下来是小树林 泛光 没有调亮度 然后聚光 非常的仿 对比比亚迪的尾灯 有人 开关的背面 Type-C充电口 底部磁吸 打开瞧一瞧 内置一颗18650 锂电池 2600毫安时 电池的铝制套筒 可以拧下来 上面有防水胶圈 然后就剩一个灯头了 咱们先玩一下副件 然后继续拆 首先是一个柔光罩 这回没有那么刺眼了 然后是一个破窗安全锤 应该是拧在尾部 建筑垃圾里面捡的报废门 好可以轻松击碎 接下来是聚光镜 尝试一下点火 可以将黑色的纸张 照冒烟 咱们用蚊箱测试一下 需要用光斑 最集中的一点 这个很快就可以冒烟燃烧 好已经成功点燃了 最后一个黄光滤镜 这个是用来穿雾的 相当于雾灯 传说中的黄金眼 这个穿透力确实很强 所有功能体验完成 咱们继续拆灯头 透镜的锁环 铝的 图面透镜 现在可以看到发光板了 核心终于拆出来了 先看发光体 5050的四心 灯珠 焊接在同机板上 下方有导热硅脂 两条硅胶线 最后是控制部分 电池触点 Type-C充电口 C勾4056 锂电池充电芯片 三颗灯控管 这里还有一颗主控芯片 没有撕印 背面 开关 整个壳 整个壳体 除了铝呢 就是玻璃 挺有手感的 结构看完 很有意思的多功能 手电筒 词 數字 词